在位于湖南南部的成州市苏仙区飞天山镇 有一座远近闻名的白溪村 从这里生长出来的草皮在中国多个城市落地生根 甚至漂洋过海到了新加坡 为市容环境贡献绿意 从当初的湘南穷乡村 到如今村民家家住新房户户有存款 白溪村靠种草种出了亿元人民币的GDP 日前记者慕名来到这座村庄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与飞天山丹霞地貌山体 形成鲜明对比的绿油油草坪 徒步向前 新潮气派的小楼林立 新农村气息扑面而来 白溪村村民黄国君是较早种植草皮的一批村民 据他介绍 1989年以前村里一穷二白 除了靠种地维持温饱 几乎很难再有其他收入 1990年前后 地方驻军为了帮助白溪村发展生产 引进了草皮种植这一项目 并专门派出一位老花匠 给村民传授草皮种植技术 黄国君回忆 当时时任村党支部书记 第一个带头 与数位村民一起 市中的0.2亩草皮 驻军帮助全部卖出后 获得了千余元人民币的收益 出场甜头 又有一些村民加入到种草的行列 他自己也在1994年 拿出积蓄 种了50平方米的草皮 令他惊喜的是 那一年因为市场行情走高 这50平方米的草皮竟给他带来了700元人民币的收入 90年以前 我是种的八毛田 八毛田的收益种工才不超过三百块钱 最高的时候 我种子的是二十六毛 一共的省收益大概是十万左右 随着中国城市建设速度的不断加快 园林绿化植被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 因为种草皮的时间早 赶上市场机遇的白溪村种草规模不断扩大 到1997年 全村家家户户都种植了草皮 此时的白溪村村民不仅收入倍增 摆脱贫困 还开始集资修路 以便让草皮更好地运出村里 卖到更远的地方 到21世纪初 已经成为湖南第一草皮村的白溪村的种植规模 早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村民们又开始到周边包地种草皮 将草皮产业逐步覆盖至整个飞天山镇 同时周边地区也来到白溪村取经 发展草皮产业 为适应大规模产业化种植 2009年 白溪村一改过去村民自产自销的模式 成立合作社抱团发展 并由单一的种植草皮扩展到花草苗木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白溪村有400位销售草皮的个体户 奔走在各地的同时 还开设了超过200家的网店 进行线上销售 现在我们村的草皮已销售到全国各地 最远的已经销售到新加坡等地 经过近30年的辛勤创业 2017年 白溪村的GDP首次破亿 达到1.2亿元人民币 依靠种草 白溪村的村民不仅富裕了自己 还带动了周边的经济发展 让邻近的村民们的腰包也鼓了起来 我们每天有4个小时 是3万 一天的工资 250块钱 生了辛苦一点 到工资还可以 成为公资 永远ulo